PSA ONE PLUS 最新款 這種更多 各種改進的這個 然後主要是改了這一塊 我本身的設計改良之外他也改了這一塊 LINE MAKING WITH THE SHAPE LIGHT MOUCHAN LINE MAKING WITH THE VIRUS HARING BUSH SHAN 好 可以整支取出相當的不錯 這是底座 有改良過底座會更大 你猜到了嗎 我要直接 欸對我剛剛少講一個 錄Vocal 錄講話 再往下錄木吉他 轉過來 直接收小顆的音匠 這是我的野心 因為這樣很方便嘛 對不對 你就不需要在那邊 因為像這樣子我 例如說還有單體 我不是只想收小顆音匠 但我也想收紅色 我做黑色的其實很聰明 你就可以 像這樣 我現在把它收納起來放在旁邊 連麥克風都黑了 你根本看不到在哪裡 就看到這裡 就在這個位置 你就可以看到麥克風 真的可以 好凶狠喔 你看 那麼小的一個空間 只要它正上方 那一支插進去 就OK 混合 更加的穩固 你看這個多大塊 你看這個金屬的這個 粗 喔 出成這樣 光看就知道這一定很安全 你看 它就可以直接這樣360度 直接移動 你只會移動 其他的方向 但是你完全不會移動它的角度 所以你的角度假如說你是垂直於你的嘴巴 它就會一直垂直於你的嘴巴 只是說 換了方向 換到哪 哪個地方去的一個重量 你看 它依然是聞風不動 我還要先擔心那個桌子垮掉 呵呵呵 之類的這種感覺 這樣子 然後那就可以藏線 把那個線拉在這邊 之類的這種感覺 哈囉大家 今天要開始混用社會 RODE PSA ONE PLUS 最新款 也是我的第一支 這個 移動式的 麥茶麥茶 現在就來看看 來做這個開箱 好來 直接來 這是 剛從 阿瑪弄 寄來 還有一個很浮誇 阿瑪弄的箱子 很抱歉 廠商 賣 呵呵呵 我是直接從日本 網購來這個資訊 這樣子好 現在 小心喔 欲速則不達 喔 療癒的開箱 怎麼樣都可以 但不可以造成 自己的危險 還有器材的損傷 這是我的原則 其他的節目效果能做 我盡量做好 相當大一支 你看 其實裡面兩側 充的 就這個 對 沒錯 剛剛就是這個 肉的麥克風 他這個相關的一個收據 這樣子 就可以 拿出他來 已經看到了 而尊潔 會中 這個 漂亮的盒裝 好裡面就只有這些 電材的 這些 我就先把他放在地上去 那個箱子 阿瑪弄 招牌 大笑臉 OK 正式做開箱 尊絕不凡 日本國內 正規 流動產品 送 大家鏡頭多看一眼 我覺得 我哪可以看 我買了 RODE的幾個產品 這個菜也最浮誇 我覺得沒有比較 沒有傷害 所以我特別準備了這個 光看 這個RODE 你現在聽到的音訊 就這一支 RODE Videomic NTG 這一支 機頂 槍型 麥克風 光看這個盒裝有沒有 喔 尊絕不凡 還會反光 這個NTG還會亮金色 有沒有 然後旁邊 還會亮亮 相較之下 痛苦是比較出來的 Powerful 有夠巨大 等下擺在盒子 等下我再裝的時候 盒子擺在旁邊 看起來很厲害 這樣子 怎麼輸 我問你怎麼輸 那麼巨大一支 跟那個 小小支 一支 一筆之下 我這樣感覺 我可以再買一支 NTG5之類的 就好像兩萬多台幣 這樣子 我來做一個升級 但那家需要供48V 換相電源 另外再繼續存 有在講 PSA ONE PLUS 最新款 這一種更多 各種改進的這個 然後主要是改了這一塊 除了本身的設計改了 主要他改了這一塊 有一個可以直接讓你 辦公桌上面 有一個孔 你可以移除那個 導線孔 直接換成他這個 更加的 緊實 穩固 但是那個我不會用到 用夾桌的旁邊這個 所以現在就來做安裝 誰先放棉啊 好 現在 看來盡絕的部分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Studio R 這個相機的這個手 你只是翻成手臂 讓我們可以翻成那個 麥克風臂 之類的 這邊有一些 大圖 有沒有 大圖 PSA ONE 各種功能跟他主要 的宣傳 還有廣告 於是呢 我們很簡單啦 我猜 應該是可以直接拖出來 但是因為這邊黏起來 就是怕你滑落 所以我們先從這邊下手 這邊看得出來有一個膠條 好膠條撕開了 還依然拿不出來 代表我們要化開 Amazon的 這個封條 這個小綠剪刀還蠻可愛的 這個用臉弓刀會更影響 但是 撕開了 於是現在應該是可以很 舒服的取出 或是推出 OK 可以 節目效果十足 可以推出來 PSA ONE 推出來 PSA ONE 節目效果十足 把他取出來 正面是他的這個條碼 小心 喔 很帥 外面是這個 裡面是一個像是設計圖 一樣的 他只差沒有寫公分而已 一些相關的數據 他本來就是設計圖 好這個我們先把他放在 在這裡好不好 放這裡 拍得到 放這裡 當作一個 介紹 本體在這裡 本體 應該沒有二次封條 所以我們拿在手上要小心 對沒有在二次封條 看一下上面寫什麼東西 就知道上面 所寫的這一些 Easy Positioning 很好 定位 放置那個位置 然後各種的水平移動 低噪音 作動低噪音 然後你可以夾式或是 桌上型的那個孔 剛講過剛分享過 另外一邊 一樣 對一樣內容 後面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 看上面寫什麼 對 好 準備打開 321 PSA ONE 你會不會不要先看到 有沒有什麼 本體 哪種他就很重要 本體 這裡還有一個保護套 我們拿小心點 這裡有一個保護套 我來做這個 換你這個頭 跟關節 保護關節 另外一邊 本體 就是麥克風我們裝置 主要位置 然後我覺得這種會用到手部特寫 還帶個手錶 虛滑一下 虛榮感 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你說 早上晚上夜間拍片 因為明天早上要上班 好不好 明天早上還有事情 你不可能說 留到經歷最好 那你一個禮拜只能做一件事情 而且你還不能夠去做補眠 否則都出去玩 所以我們還是在晚上進行 明天到現在我就可以開始繼續拍 照邏輯 字衣吹來講 這應該是可以直接 猜對了 他可以直接取出 這個保護的這個墊片 然後呢 上面就有一些更細項相關的那個 這邊就是那塊金屬 可以放置片 讓我們不會用到 上面有個套子 避免刮傷 然後 這個就是等一下我們會用到的東西 這邊有他的 安裝解說 本身 老規矩 有墊片的 原廠有什麼保護什麼措施 就不要放好不要亂動 好 可以整支取出相當的不錯 這是底座 有改良過底座會更大顆 然後記得他這個字樣好像改過 小心一點 本體是最重要的 然後 放在地上 好我們開箱看一下本體 本體在這裡 外面的保護紙套 用手就可以取下 很漂亮 我記得有改過這個地方 所以他這個 這些頭什麼 這些好像變大顆了 還有就是這個關節 然後外面多這個 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就是這個浮誇的 大logo 布套 看一下 好 請小心打開 彈簧已經加載卡金 所以我再拿開的時候 臉要放在這邊 你會被彈到 所以我最好是 保持這個位置 這樣子 我再拿開這一塊的時候 好 他沒有步驟 看了步驟 雙手先夾緊 拉開 所以這種時候就不要冒險 應該是這樣子開 有點可惜 必須破壞這個 卡榫 或是他這個 但是這是必經之路 覺得沒有 辦法開得很漂亮 像蘋果一樣 但是 3000塊 大概可以買Apple充電器 有那種感覺 很緊 好打開了 所以我現在很小心 就放這樣 這樣彈開我還可以hold住 有 看來他沒有一帶那麼端 還是有啦 還是有啦 有啦有啦 你看有沒有 很重喔 所以你還是小心堆 前面的注意是對的 不要靠近臉部 會打到下巴 牙齒 要注意眼睛危險之類的 這一頭 就是安裝在桌上 這個卡榫 這一代有再特化一次 上一代是一支鐵條 穿進去 這一代 多一個塑膠墊片 會完全的卡緊 更加的 smooth 我有做功課才買 哈哈哈哈 好 之後呢 你就看到說 這支會立在這個位置 可能不能 轉過來一點 喔可以 我主要想把它架在這裡 為什麼勒 你看喔 架在這裡 第一個事情 我今天好要拉下來要唱歌 錄唱歌 要 錄講話 錄講話 再往下 錄木吉他 這是我的 想像 如果是另外一邊 有點太窄 加上我需要轉身 面對另外一邊 我就不能正對螢幕 或是正對鏡頭 所以我覺得這邊比較理想 像改靈就可以 立在這裡講話 我覺得很帥喔 這是我的衝憬 實際執行如何 現在就來看看 首先呢 介紹一下另外這一塊 我覺得這一塊 金屬片才是真正 質感所在 你看 多漂亮 巨大一顆 但可惜 這就是你桌上 原本要有那種 已經開好一個孔 我給你穿 穿網路線啊 穿電源線 這些那個孔 你直接把它取一下 然後用這個 手就可以轉 我沒有注意到 很漂亮 全部都是金屬製的 這個電片 把它這樣子 鎖上去 我很喜歡這個設計 但可惜我們目前 不會用到 因為現在桌上沒有留那個 沒有那個洞 所以我必須得這樣做 先把他放回來 好 進來了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 安全的保護 如果哪天改天你換了新桌子 像我如果換了新桌子 想要來重新使用他 就可以來做這個使用 卡得蠻緊的 好 之後再做 其他的開箱 然後接下來本體在這裡來 這才真正的本體 本體就這一隻 相當厚重 厚重的本體 怎麼說勒 那麼大一顆球 長這樣子 肉的字樣 朝下 就是正面 你看那個字 正的 然後呢 下面這一隻 把桌子卡緊 沒了 就這樣子 就這樣 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還可以面對鏡頭 邊講邊拍 然後這一根 就可以方便 轉動 然後預留一下這個桌子的寬度 還可以做一個測量 就是 光是他能夠實現 之前不肯的事情 這件事情本身就很不得了了 好 必要時當然移動這個木頭 小桌子之類的那個都是小事 好現在我先把這一隻放在地上 因為你不會希望說你在中央過程中會踢到或是半倒之類的 好這個時候就一點都不好笑 我做一點空間給他 你只要讓他正上方可以放進那一隻就夠了 我想要把我移動一下角度的肉硬好 好請大家見諒一些線材比較亂的部分這樣子 好小心 嗯哼這樣 好 你可以看得出齁 你可以看得出齁這邊還有立可帶 還有之前的補光燈 這個小小的空間 真的可以 我好兇狠喔 你看喔 那麼小的一個空間 只要他正上方 那一隻插進去 就OK 我再來以下相機的位置 這樣 有沒有 讓畫面中心一點 因為 他的安裝其實很簡單 但是我想說還是特寫一下 給他做一個 分享 好 這樣 好 這樣 好 好 這樣 這樣就可以看到說 我現在正在這一塊 因為漆黑影片 所以 不是那麼好 看到他 不小心被你發現我的走線怎麼走 都沒在走 來 小心 做到彩光燈 做到這個補光燈這樣 於是呢 好 不然就這樣子好了 這邊都給他補一個燈 有沒有 那麼清楚一點 還這樣其實在補NYXL 沒關係 喔 他總是他在這裡 於是呢現在 往上右手安培定流的 先確定 先確定好 不要衝動 這時候小心圍上是對的 因為他的 長 寬度 不足以 穿到 主結構去 於是我決定說 就用這個 反正只要跟桌面 有 對 跟他的墊片形狀有明顯的固定 其實就足夠了 然後我們現在 仔細的把它鎖緊 當然不用鎖太緊 因為再下去你也碰洞 按下這樣有沒有 基本上你就要手指頭 這樣 你只要手指頭不能 明確的 用力的轉動 那就是到底 我就覺得不要 不要再動出了 接下來 主角 主角之一 這個還沒拆了 先不拆下來 主角之一 把這個取下之後 這邊 這邊有個塑膠套 這個說是可以直接一起進去的 就是可以讓他更加的 吻合 更加的穩固 進去了 就這樣 他不會卡一聲或什麼之類 他就是這樣進去 然後 然後他這一代有做改良 以前有看過國外一些YouTube的分享會怎麼樣 上一代的這個麥架如果沒有承重 就是這裡沒有掛麥在這裡的話 你只要一代的麥架就往上 彈出去 也聽起來很好笑 但是那個的確是上一代的一個 少數的 雞蛋裡挑骨頭的一個 一個重點 然後他講他蠻知名的 所以這一代我特別做了點功課之後發現 他沒有這個問題 這就是我後來決定 購入 的一個主要關鍵 他就是可以 而且你看 這個空間 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這邊 Long In 這樣 好 極度的狹窄 他只有一點點 只要跟他那個底座的Size 是足夠的 甚至你看我這個木頭做的都貼在旁邊了 有沒有 的這種概念 只要是這種情況下 能放的進去 他就可以來做使用 這是我們現在的這個 那這裡看 他這個角度還是會受限 因為他被木頭做的 不是底部的問題 是他上面 物理上 那這個都小事 我們再來做其他調整 就可以 達到我們要有效果 那光是這樣子我就已經非常滿意了 甚至以後再來改位置 或是換什麼之類的 沒有關係 至少 安裝順利成功 至少有一個可以用 就是這樣子 我要把麥 移到這裡 可不可以 可以 然後把這個 保護環取向 我看這個多大塊 這個金屬的這個 粗 喔 粗成這樣 喔 光看就知道這一定很安全 好 於是呢 真的好好用 哈哈哈哈 然後把這個轉送之後 對它就可以這樣子 你只要固定好 麥克風的角度之後 所以現在我們馬上 事不宜遲 進入麥克風 的部分 好 現在有沒有看到說這個 角度是這樣子 然後你上面怎麼挫 它都只有動這個關節 有沒有看到 它往下 你怎麼挫 你怎麼挫 它這個地方都不會動 它只有動上面這些關節 所以假如說你麥克風架好 你只要這樣拉過來 OK 就可以了 然後低一點 哈哈哈哈 而且它角度不會變 最神奇的地方喔 有沒有 它只會改變高度 但它角度是不變的 這點我覺得是非常大的一個賣點這樣子 好現在呢 我的下一個問題就是要怎麼把這個麥克風架的角度 調過來我的方向 當然 開玩笑 後面還有空間嗎 後面感覺不太有 桌面也不太有空間了 不然我會比較傾向說 至少能夠讓你整隻 都可以在 前方做這個移動這樣子 不然的話這隻就有點可惜 你看像這樣子 它就會變成我要面對這個方向 麥克風架在這個位置 那如果你要往下錄木吉他 可以 往上一點 錄講話錄那個 當然 如果是 我在這個方向射過來 攝影過來 百分之百 那是一個漂亮的角度 但如果我想從這個角度 那我就勢必得 再做一些調整 你看 它就可以直接這樣360度 直接移動 就是你需要一隻麥克風怎麼移動 基本上它都幫你想好了 然後這邊 這個可以讓你直接跑線 上面可以看到這個小小的這個 小小的這個夾扣 它可以直接讓你跑線 會多漂亮呢 我們這邊直接準備了一隻 你應該看了很久的SM58 光58就好了 等一下再準備一個麥夾 來夾在這個位置上面 但是58 意思是示意圖 這個線 應該是壓進去就可以了 對 壓進去就可以 但是還是要小心一點 不要用太粗暴的方法 這樣就壓進來了 你用手輕輕的一按 它就壓進來 然後它拉起來就很容易就拉一下 所以你可以把線非常服貼的整條 藏在 但這個 賣價搖臂上面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賣點 於是呢 現在我們先來用 58做一個嘗試 然後這一種 海克力士昨天才有錄Vocal 海克力士的這種 頭就很方便 直接夾上來就好了 這當然就要小心 因為BT每種頭跟那個 Size它還是會有一些 相對應的一些 規格啦等等 在安裝的時候 務必注意與小心 比較 可能會疏忽造成損傷的一個重點 然後呢這個頭 感覺沒有跟它很合 於是我打算直接裝 電龍麥 而且Leave it 441 原廠 的電龍麥 順便我們養成好習慣 什麼東西拿起來 都順手做一下清潔 這樣就可以直接弄到一隻乾淨的麥家 這邊它 原廠就轉接頭來上面 就是為了讓你轉接各種的Size 那我記得 有了 欸不用喔 它裡面黑黑的這一塊 就已經跟這個銀色 這個 轉接的這個部分已經長得一樣 那我覺得海克律師它本身就做得很漂亮的時候 也不是海克律想錯話 這是這一支 Leave it 原廠的 麥克風 我記得它可以設定說 你從裡面這邊轉就可以把它轉緊 但是我還是用 手動因為很多人很討厭這樣子轉麥 於是呢 好緊了 現在我來調整角度 這支麥 到底該 處在什麼位置呢 現在 喔 而且它這個鬆開之後 這個開關鬆開之後 它是可以這樣子做 360度的旋轉 它都不見於說你是轉某個角度 所以就可以在 轉開的時候 來調整 你的麥 想要放在什麼樣的位置 然後 轉前轉後 例如說剛剛方向是顛倒 好這樣就可以轉過來這裡 來做一個 我可以決定 要用下面轉 還是用它原廠上面這個控制的這個 關節來轉 都可以 但總之 這是一個 示範 然後確定轉緊 之後 而且問題就是 我不想要再 為什麼想要買這一支呢 因為我不想在 這樣子的空間下 再把一支麥架在這裡 想請看之前的影片 因為這樣子 一是 譬如說我現在下方是效果器盤 這樣我就變成說我 勢必得 譬如說麥架很誇在效果器盤上 一是 Size跟空間就會受限 然後二是你就會有一次 麥架一直卡在效果器盤上就換 換效果器不方便啦 或是麥就是沒有辦法完美的角度之類的 然後你覺得剛剛還不夠明顯 我們這邊再來繼續 缺點就是這個黑的會 看不太清楚 麥架在這 於是呢 我們來把麥克風 Lewith 441 裝上去 這支也是我去年從 對從日本買的 去年從日本買的 大部分 除了那支新來的那支 X3 Stella 3X之外 X3 之外其他主要都是用這一支Lewith錄的 所以也是蠻有感情的這樣子 這是對這一支才是我 人生中 真正的 第一支電容麥 於是我們都確定好 固定好了 固定好了 有一點綠綠了之後 我們再來 做其他的 好 於是呢 他還有這個防風罩 我真的很貼心 他原產防風罩超漂亮 這是我很喜歡他的一個原因 然後來 有了 這樣卡上去了 就這樣 好久沒弄了有點懷念這樣 我記得以前都會清澈的想亮 這樣很久沒用 他就會卡在上面 這個狀態 以前有那麼緊嗎 大概是這樣子一個情況 然後呢 這樣我們就可以來 分享我們所說的 各個角度 都OK的意思 就是你看喔 他那個麥克風 你只會移動其他的方向 但是你完全不會移動他的角度 所以你的角度假設你是垂直於你的嘴巴 他就會一直垂直於你的嘴巴 只是說 換了方向 換到哪 哪個地方去 甚至你就可以直接往下拉 拉來這裡 來收木吉他的彈奏 之類的 所以現在我就想要把克服 這隻木頭的角 才可以讓他真正的發揮 百分之百的力量 哈哈哈 或是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我就必須把整隻麥克風都轉到這邊來 面對我 這 或多或少 甚至你也可以 像這樣子 小心 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再把整隻麥 這樣子轉 然後不辦法 這樣 轉來 面對我 這樣子也是一個 算是補償的方式 結論的說 總之不管哪一種方式 只要是你順手好用 這是一個理想的角度 這是簡單的 一些 一些麥克風間的分享 然後以前 你叫這個把這個就彈起來 哈哈 真的超級危險 可能很多人被暗算過 所以怨念值很高 好 上面有一個原廠的這個布的這個套子 這樣我覺得非常可愛 唯一 國外很多YouTuber 最詭病的就是 他logo很大 但實際上眼睛看起來 我覺得還好 就是 你看人家影片中 會很明顯 還是說他已經改版過了 這個我就沒有收到這個消息 但至少 雖然說他一樣是 亮白色 很明顯的顏色 然後因為不是贊助商 人家很在意 專業的很在意這件事情 所以就 好像有點來搶風頭的感覺 啊上一代的 我記得好像就在小小地方的logo 這邊是 空心的 那個 兩根 有沒有 現在你可以從這邊 看得到 然後他這個軌跡這樣 然後他這個 原廠沒有魔鬼氈 所以你要的話就要把他撿破 然後再來買 那個副廠 所 生產的這些 套子 這種感覺 因為這個到底算 他不是皮套 你說布套不太對 但是他就很像 塑膠的 材質 很像 對就是這一種感覺 這也是他們家的 RAW的 Wireless Go 結果現在出Pro 然後我回 去年 就是 這個等太久 於是我直接改定NTG 結果 就是 一年有機會 我燒起來NTG的聲音 還是 這樣子我就可以以後 常駐一隻 為一個可靠的夥伴 可以幫我控制一隻 電容麥 在這個位置 不然你看每次電容麥拆裝 你都要用這個 麥架 在那邊裝半天 等你裝完 你差不多也累了 也滿身大汗 然後等一下休息一下 狀態要跑掉 我就是要追求一個 我要錄 我就要來錄 我不要在錄之前 花很多 大量的時間來 setting 佈置 之類的情況 於是我就先把它裝好 然後 之後 我打完再去做一條新的線 麥克風線 就可以一條 專屬於他的線 然後之後 而且 我真的想要升級錄音介面 就是這個原因 我想要很多支 全部都在線上 我要用哪一支就哪一支 我用58就用58 我要用 改電容麥我就開換這樣電源 送給他 這種感覺 反正現在就是 我如果用這一支 我就要拔起來 呵 我就把它拔起來 接過來 弄完之後記得關 48V 再接回來 換這一支 我覺得就有點麻煩 加上 剛好還好買ID14 撐了四年多 兩個input 所以我可以接兩支麥 一支 吉他 一支這個 我就可以 不管你要同時自彈自唱 還是你要 分開錄 之類的 都很方便 因為至少 看錯了 我剛剛以為是不是有 來一條 快斷來什麼之類 沒有 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可以很放心的 弄很多條線 你就不用像我這樣插拔插拔 然後有兩個input 至少大過一個input 兩支mine你就可以 你不需要 吉他不錄之後 馬上拔掉 再換成 麥克風 或是說 那邊那一條 也是一樣 換導線的概念 我覺得有點麻煩 於是呢 我就買了這一台 現在是證明這是夠的 但我現在有點後悔 應該要買四個input 像ID 44 齁 之類 現在已經出Mk2了這樣子 但是我這支 可能會直上RM1 哈哈 花大錢 省大錢 以後就可以少升級 這是我的目標 跟想法 的這種感覺 於是呢 這支的我們 裝設 就完成了 他這個真的很穩 你不要小看他這個頭 所以你看這支 電容麥 我覺得大概有快一公斤 還是八百風克之類的 的一個重量 你看 他依然是穩風不動 我還要先擔心 那個桌子垮掉 之類的 而是有沒有 誰推薦桌子 我想 參考一下 之類的這種感覺 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 藏線 把那個線拉在這邊 之類的這種感覺 好於是呢 這一集節目 就先做到這邊 我要打開起來做 繼續各種的研究 與 嘗試 而且不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支麥 藏在一個 不影響 視野 的位置 就可以塞在這裡 你看根本看不到 有沒有 這個高度 你也不太會 手肘撞到 其他灰道 其他灰道會在更低一點的 這個位置 也是傳統我們家電容賣的位置 然後太高 又會變成很危險 或是很顯眼 但是 喔喔喔喔 還有一個野心 看到我們那顆音箱沒有 我要幹嘛 你猜到了嗎 我要直接 欸對我剛剛少講一個 錄Vocal 錄講話 再往下錄木吉他 轉過來 直接收小哥的音箱 這是我的野心 因為這樣很方便嘛 對不對 你就不需要在那邊 因為像這樣子 例如說 還有單體 我不是只想收小哥的音箱 但我也想收紅色單體 像這樣子 往下拉 然後再喬一下角度 或是把電容賣點倒過來 我直接 就可以 直接轉給大家看 好不好 轉去後邊 就這樣 就可以直接把它轉過來 因為線都固定在上面 所以就直接轉過來 它就可以錄了 這就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之一 就是我要這個便利性 不然你傳統的mine 調高 調低 調那個 如果是一直直立式好了 就沒有那個空間的問題 它一樣又變成好 如果你要錄大的時候 有點麻煩 文具太出手可的 也是今天分享 簡單就到這裡 我先把它調回來 有點害怕 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這個RODE 不是NDG 我覺得 以他們這個RODE家的 價格來講 這一支 麥架實在是很便宜 你說它的價值觀偏差 我覺得有這種感覺 因為 你看 一支 這個 雞頂麥 Videomic 很難念 Videomic NTG 就是那個價格 七八千八九千 然後一組 這個Wireless Go 2 我竟然一萬二 之類的 一支三千塊四千 坦白說超便宜 而且問題來了 延續他們家的虛榮感 而且巨大 像蘋果家 你看越大的東西越貴 好像這一台Mate Pro 貴 但是 如果買小小件 什麼充電線 什麼之類 便宜 但是沒有那個powerful 這一支 雄壯威武 好用 對不對 這是我想要用 它所 達成的一些 事情 就在剛剛 已經超過三十分鐘 很久沒講那麼多了 因為真的很開心嘛 就本來你買新東西 就要有興奮 有期待 有新喜感 我想說為什麼沒有說明書 因為太簡單了 你再抽進去 你主要是桌面上那個 收好 抽進去就結束了 好懷念喔 這線材的跑法 跟那個 還有 讀卡機之類 讀卡機也可以拔起來 剛好做個整理 因為這樣讀卡機 以前是給Windows用 現在我想把它移過來 Mac這邊來做多一點的運用 多一些插孔的功能 少數的缺點 在家我會需要很多的外接設備 可能同時外接兩個行動硬碟 然後接一個 錄音介面 再接什麼之類的 所以變成說我會 孔不太夠用 有時候又要 接其他的 上次我在 弄別的東西的時候 所以 這樣子 剛好 提醒我 換一下這個位置 不錯 感謝你的手感 感謝你的集體 我的第五台再會 非常感謝各位朋友的支持 這是我們今天 隱身小忍者 看不到 全黑了這樣子 一個情況 這一隊就馬上就要換了 敬請期待 但還聽說還有一個月那個代理商後才會到這樣子 所以 期待中 所以要等了一點久 這是我錄音室有史以來 錄音 錄混音 監聽設備 最大升級突破 還不只是後面的這一些 升學材料 還不只是這一些 還有 所以才投資 我都忘記我做完acoustic treatment 雖然不是 perfect 但至少 有 一 大於零 你光先有 先求有 再求好 那不是一個藉口 而是說 你能力到哪裡 你先做到哪裡 因為你改天才會知道說我房間到底有多小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的分享這樣子 於是呢 好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感謝大家的這個 一路以來的鄉挺 我繼續加油 繼續分享這一些 你可以絕對安心放心觀賞的內容 少數的 像上次那個 Tonewill的那個小效果 迷你效果器 那個是產商贊助 產品給我 但是沒有 規定我講什麼內容 也沒有規定我說 一定要稱讚他或一定要 各種的promote 沒有 他就是 送給你 幫我們拍個影片 不干涉你影片內容 所以我喜歡 我就喜歡這樣玩 所以 各位廠商們知道了嗎 哈哈 總之希望以後可以收到第三代 喔 哈哈 大概是這種感覺 這樣 拜拜 感謝你的支持 再見 還有各種 意見或建議 歡迎 留言交流 我會盡量來做改進 好我們再會 拜拜 我要講一下這個盒子真的是 尊爵不凡 這個 麥克風 這樣 本身看起來很漂亮 這個盒子真的尊爵不凡 超漂亮的盒子 而且還多一個很 這個超重喔 這真的穩到一個 可怕可惜 他不能夠 分開來 例如說代替這個支架 這有點可惜 不然你看這一塊 要仇用 這真的不能來用有點可惜 但是剛好 我的功能用不到 一次呢 來做 收拾 希望敢要用到他的一天 好 這樣就可以完整的把這些東西 你看那個那麼漂亮的後紙板 保證 產品的安全 然後更多的後紙板 全部都是為了保護這支賣家 所以我真的覺得好了 老樣子 一樣 這個是 他們的誠意 我就心領了 因為真的是 你有誠意也要人家有感受到 比如說你自己 自己覺得 喔 我很有誠意 這樣是沒有用 晚點再進行我自己測驗 這個盒子就可以來收起來 拜拜 事實上有通過 我終於把它收回來 可以平穩的把這個盒子 收起來做紀念 後紙板 我覺得跟蘋果產品 像是那個紙盒開完 你光擺在桌上 都是一種藝術品 跟白色 就是 Kimoji超好 這種感覺真的很棒 所以這個產品設計一環 然後這邊有點凸出來 再來做一些調整 真的是 剛剛拍影片 都不給我裝滿了 現在 相機一按暫停 馬上 裝得很漂亮 好 於是 今天的開箱 全部 大功告成 圓滿結束 這要怎麼不圓滿結束 我也不知道 然後那個 其實那個 Acoustic Treatment 這個 升學的一些 改造 我比想像中順利 於是 今天 我的RODE PSA 1 1 Plus 反光 亮燙金的這一種 有一個簡單的開箱跟安裝 我們本體啦 本人在這裡 然後 因為畫面一邊黑漆漆 就看不太到 隱身數的樣子 所以我真的很低調 我做黑色的其實很聰明 你就可以 像這樣 我現在把它收納起來放在旁邊 連麥克風都黑的 你根本看不到它在哪裡 就看到這裡 就在這個位置 那個看到麥克風 麥家 還有這個電腦麥 我一定做 我就是要活用 我的電腦麥